身如果染病了 非修身道 这是长道 妨碍你修行 念佛 是所有法门里头 最殊胜的 生病了 其他的修行方法 都没办法 念佛可以 口不能念 很难听 放佛号 听佛号 只有这一门能不断 睁开眼睛 看佛像 随身边 躺在床上 佛像挂在他脚头 让他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佛像 能听到佛的声音 阿弥陀佛的佛号身影 看到佛像 好啊 提起自己正念 不要让他胡思乱想 真正治病 那就是全心全心全力 观佛念佛 观佛念佛 没有任何忘念 不要想自己的身 也不要想自己的病 只想佛想 只念佛号 没有咱念 没有妄想 他的病很快就好了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 身体得病是负面 思想造成的果报 现在我从根上把它转变 负面的思想 完全清除掉 统统放下 保持一个佛念 别的善念也都不要想 善行善事随缘 有人做 我们随喜 我们做的呢 就是念佛 正修是念佛 祝修还是念佛 说若能观察 观察就是对治 我怎样对待这个疾病 迷一用心 这就是现代科学家讲的 疑心恐怖 那我们用心 心也用的真 这个真 就是自利利他 这就是疑 你是圆满的利 圆满的自利 圆满的利他 佛须舍其病之原有 这句悟 知道病从哪来的 一用活法之之 晓得用什么方法 你看 那一关力 这个摆在第一条 这一条治好了 后退就不需要了 那一关力 不得力 怎么不得力呢 你的妄想止不住 转不过来 虽然念佛呢 还夹杂着许多妄想 残念 你功夫不得力了 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信心不足 这真的 你自己要认真 犯贤 你对于佛的教会 半信半疑 佛的教会 是真业 纯真 无 纯真 无邪 你对他没有信心呢 我还要找什么东西补啊 还要找好的医生啊 找药物啊 这是你没有信心 你有信心 全发下了 刘苏云这的洪曼郎昌 他有信心 他不着意思 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也太拒绝了 他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命你该这样死 我就到极乐世界去 求阿弥陀佛来接应我 我身 还有寿命的时候 他自己会好 这个人充满了信心 也丝毫都不怀疑 只要有这样坚定信心的人 得重病没有一个不好的 都是自然好的 现在这些科学家 已经收集几千个例子 人要随身自然 自然就是最健康的 不要违背自然 违背自然是负面的 随身自然是真面 母亲把你生下来 你的身心是自然 是健康的 你可不得不要改变 现在最麻烦的改变 是阵容 阵容是破坏自然 父母长这个样子 你又喜欢 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样子 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样子 那个后患无穷 你夜深离不开病苦了 夜深痛苦的根源 就在这个地方 你一念错了 为什么 自然这是夜报 你要从夜上去改 阴上改 不能从骨上改 向随意心转 这一句 就是你美容的理论一句 真真想美容 不要记得美容院 向随意心转 你的心好 想就好 心不好 想怎么整 也不会把你整好 我不造我业了 我造的全是善业 不但是善业 造善 不求善苦 善过一定陷进 为什么 这就自然 自然的感应 你是求善过 能得到 有限的 就给你这么多 你不求 不求是无限的 果报出乎你意料之外 无法想象 你说达达的美好 达达的殊胜 所以我们劝大家 一行一役 只求生 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成就无上道皇 然后回过头来 普渡众生 这个念头好 这个念头要决定 一生不改变 生生世世 都不改变 你决定会有成就 内观力 就是念力 是你自己的力量 念佛人 还有个力量 因为我们心里是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得阿弥陀佛 为神价值 也就说明 你的病好得比别人快 别人也有念力 你也有念力 你比别人快速 为什么 你有弥陀佛 加持 那个用念力的时候 没有阿弥陀佛 加持 也都能好 不相同啊 这个难就难在信心 信心不具足 不肯切 很难受到效果 散乱性 你不是一心专注 是散乱性 这个心地力量呢 分散了 不能击中 那么呢 或者是用书 书 我们中国人一般讲 退纳 针灸 这都是书 这一类的治疗 和一 一向 把门 针断 处方 用这种方式 来对治 其病若愈 这病啊 好了 身体恢复健康了 身道 可修啊 你可以继续 修道 那 为师 时 关病患 进 这就是 为什么 是病患 进 我们身体 不适合的时候 关这个 啊